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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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全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稣 道路真理和生命 配得只想尊容到永远 耶稣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全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稣 道路真理和生命 配得只想尊容到永远 万古万民 起来敬拜 在圣界的光中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天上一切黑暗 宝灿 在圣界的光 感知耶稣基督的名 天上地下 喜来敬拜 愿荣耀都归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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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魔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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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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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for one I w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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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s I Is Is I 我万里 起来敬拜 在圣洁的光中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天上 地下 起来敬拜 愿荣耀都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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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万或万里 起来敬拜 在圣洁的光中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天上 地下 起来敬拜 愿荣耀都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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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光 而且你永远离规则搜寻 因为你永远离望 你永远离望 不愿荣耀都归你 尴书十五年 天上 地下太多你的 穿寻 open楼上升 浩耀都归你 不愿荣耀都归你 禁止为你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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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 得耳听我恳求 令我恳求的声音 你若纠差罪念 谁能站住 但在你又 奢念是很要求 人情为你 我等候也好花 我心等候 我也要望 但在你又 奢念是很要求 人情为你 我等候也好花 我心等候 我也要望 我也要望 我等候也好花 我心等候 我也要望 我心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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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一 будут 我心等候 你あります 我心等候 我身等候 我心等候 我心等候 有心等候 我心等候 在我眼前 發揮 我心等 trong 冷冰 也不需要 尚在意 我心等候 仁师父 仁师の意志 仁师祝еров 当我们的爱情的时候 当我们的爱情的时候 是一代心里的梦想 当我们在天涯的世上 做梦想的结果的时候 是一代广告的梦想 我们的路上 他们的梦想 他们的梦想 耶稣华 他们的梦想 我们的心梦想 圣语处决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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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 侧耳听我恳求 听我恳求你声音 你若就差嘴面 谁能站住 但才迷路 舍面是很要求 人情为命 我等候也和话 我心当好 我也仰望 但才迷路 舍面是很要求 人情为命 我等候也和话 我心当好 我也仰望 等在你又 舍面是很要求 人情为命 我等候也和话 我心当好 我心当好 我也仰望 我心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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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面是很要求 我心当好 让我们一起来答应 尊道 我们请出人有的生命之大 可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 今天看过新宠国国的神明 已经写见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有做见证 当年以过我们的爱 也谢谢我们把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的神是父母 马卡尔的人籍 我们将这话写给你们 使你们能够死亡的重复 神就是皇 在他毫无的黑暗 这是我们宗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都说是用神相交 缺人在黑暗的心 就是说谎和不信真理的 我们若在光明中心 不同神在光明中都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罪心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息的 是公义的 必要涉及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命运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过来 真是一生罪说谎的 他的道具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感谢大家 也 也是庆佛 匪匪 送福 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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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 在线上的这些人 感谢神的恩典 真的是让人很激动的时刻 我们重新回到了实体的地区 看到神的恩典在于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可以去 与弟兄姐妹们 我们共同在一起 在敬拜赞美我们的圣经 与弟兄姐妹们 仁不从居是和得得善和得得美 愿神能够祝福我们每个人 感谢神赐下祂的话语 让我们一同可以来分享祂的话语 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想到过这个话吗 就是说呢 我们信仰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啊 那么具体来说 这个信仰是什么呢 或者换一个话题来说啊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 我们要追求一些什么呢 接下来集中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约翰书信 就是约翰123集 那么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呢 它是非常详细的 也非常具体的呢 就回答的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所问到的这些疑问呢 其实在几千年以前呢 那些所有归绝耶稣基督的人呢 都同样的有过这样的疑问呢 所以呢 愿神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与神同行 与此评论同行 那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 和我们一块来报告 天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 能够降进来这里 恳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 你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理解你所传给我们的道 天父就愿意的圣灵 并且在这里求你带领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神 阿们 刚才我讲到的 其实从五到金呢 五金之外啊 每一个愿意去归绝信仰的人呢 都归信仰之神了 或者归绝信仰的人 有到最特别的人呢 是不容易的 做过无数理之调 在我们中文指代呢 我们指代的人呢 例如说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 在大念呢 要去 就是 最有些什么的 在我们心里的 我们想去的 有什么的 那我们不容易的 作为人家 这样 叫作 那你们这些人呢 свои 做备的 他很少 ajuda 我们来生长 这些人呢 独立心的 四个人呢 是 那不献 好 那不献 那不献 大石 在说到一切的道 在当时宗教也好 信仰也好 所有推理这个神的人 他们要扫这个道 要扭一下这个道 在当时的人看来 人的扫阱税就是最后能够得给政见的道 能够合而为 在这个时候 宗教就是道教 为什么叫道教呢 道教道教就是这么来的 要追寻宇宙间的大道 到最后 一个得道的人 得道的人不叫道士 追寻道的人叫道士 叫道人 那么得道的人叫什么呢 这个叫天人合一 我们和宇宙间的道 我们合而为一了 这个实际上 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些想法 当然我们说 他们在摸索之中 在摸索之中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路径中 我们多少对我们的信仰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触类旁通的去理解 我们发现 其实作为一个有追求 有信仰的人 我们不外乎 也在追寻宇宙间的大道 宇宙间这位神 他到底是谁 我们应该怎样能够跟这个神建立一个联系 建立了这样的联系之后 我们会发生什么变化 其实呢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 那么如果我们看 说人在我们古人的经验里边 人怎样可以去跟这位永恒的神 去建立一个联系呢 人们没有找到途径 但是呢 他们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呢 什么路径呢 是走不通的 在追寻这个道的过程中呢 我们古代的这些道家的人呢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人们发现 作为一个人来讲 我们从下而上的去追寻这个道呢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如说啊 庄子呢 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 无生而有芽 而知也无芽 以有芽随无芽代矣 他的意思是说啊 他说人的生命呢 是有限的 但是这个知识啊 或者说呢 这个道呢 它是无限无穷的 用一个人 有限的生命 去追求这个无穷的知识啊 那你一定是失败的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个其实我们很好理解 很容易去理解啊 他讲到呢 他说如果你都知道了这个事实 那么你还要去做呀 他说那基本上来讲 你的失败呢 是确定无疑的了 所以庄子呢 他主张啊 他说你去一个人去追寻这个知识啊 其实呢 不是越多越好的 不是说这个人越努力学习啊 哎 你就越聪明 他说不对 那什么是聪明呢 他说你要去区分 哪些知识呢 跟这个道啊 是一致的 是属于这个道的 他说跟这个道呢 顺道的东西啊 顺应这个真理的呢 你知道的越多越好 那么背逆这个真理的呢 你就知道的越少越好 所以他说呢 人知识追求的这个过程啊 它是使你鉴别一下 什么是符合这个道的 什么呢 是不符合这个道的 那么如果我们再从庄子这个思想 我们去理解一下呢 我们再去处类旁通的体会一下 实际上他告诉我们呢 人去追寻神呢 他在几千年以前 他已经告诉我们 人去追寻神 实际是永远也找不到神的 只有神从上面来 启示我们了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道 我们换成真理啊 我们就会发现呢 我们古代的人呢 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呢 实际已经非常的靠近了 但是呢 非常的遗憾呢 我们的祖先呢 他们没有蒙到恩典 没有蒙到神给他们的恩典呢 就是神没有直接地来启示他们 所以今天呢 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真正地认识这个道的人 神或者说呢 这个永恒的道 他已经启示了我们 已经直接地启示了我们 让我们去认识他 所以我们比这个 我们古代的这些哲学家 这些伟大的人呢 我们呢 要幸运得多 所以什么是 这个宇宙万物之间呢 这个永恒的道呢 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啊 神通过他的使徒 就非常明确地呢 启示给我们了 那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呢 说论到从起初 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使徒说呢 这个世界间的道 他说其实这个道呢 一点都不神秘了啊 他说我们亲眼地看见过 我们亲身地经历过 甚至说呢 他说我们自己啊 都摸过 那么他说的这个道 是什么呢 这在我们华人的理解中呢 如果让庄子来看一看 使徒写这封信呢 可能庄子就糊涂了 他说个大道无形 你怎么能摸过呢 你怎么能经历过呢 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看 约翰其他的作品呢 再看约翰福音中呢 他写的就更加清楚了 在约翰福音中呢 我们都非常熟的经文了 其实大家应该把这个背下来 他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第二节说呢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他说啊 这个道呢 要说还是很神秘的 他说在这个宇宙的起初 在一切都没有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有了 那这个道呢 和神是在一起的 然后他又说了 这个道啊 就是神 但是他说呢 道和神呢 又不完全是一个 因为呢 他是独立存在的 他与神同在嘛 也就是说呢 这个道不是神 这个道呢 是神他 道就是道自己 所以道呢 与神同在 那么实际在约翰的这个描述里边 这个道呢 非常的奇妙的 在圣经里边呢 他用了一个词 这个词呢 我们实际上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边 大家经常听到的 就叫logos 那么在古希腊呢 也经常用到这个词 就是logos 它的意思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话语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话 人与人之间对话 这个话呀 都叫呢logos 那么实际上他在讲呢 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神 起初说出来的话 但是呢 我们看呢 约翰说呢 虽然是神说出来的话 但是这个话呢 又非常的特殊 不是普通的 这个随随便便 就说出这个 因为呢 神是借着他 借着这个道往 创造了这个世界 所以在经文中说呢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这世界呢 来自于这个道 那么到了约翰福音 一章十四节 这个说的呢 就更加直接了 这个经文呢 我们也很熟 一章十四节说呢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那如果我们把 约翰福音 和约翰一书 我们把这两段 开头的经文 放在一块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神启示我们呢 他说 在这个世界上呢 的确有一个道 这个道呢 从世界的起初 就有了 这个道呢 创造了世界 这个道呢 就是神 但是这个道呢 又跟神呢 不完全一样 然后他就讲啊 他说这个道呢 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人 不光是说 你可以从朦胧之中 你感觉到啊 在这个世界上 道是存在的 而且呢 可以让人亲眼看见 可以让人呢 亲手去摸道 他成为一个 有肉体的身体 然后他就揭示了啊 说这个道呢 就是耶稣基督 这位耶稣基督 我们曾经经历过 我们曾经亲手触摸过的 这位耶稣基督呢 他就是神的道理 他就是神的真理 他就是宇宙的真理 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 那么如果我们再 再从另一个角度 去思考这两段经文 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啊 他讲到道成了肉身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啊 说这个道理呢 它不是一个 这个道呢 本身不是一个哲学的真理 可以写在书本上的一个真理 这个道成了肉身的这个道啊 它本身呢 是一个生命 我们如果回到约翰一书呢 我们看到第二节啊 他说这生命已显明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 且显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我们注意呢 在约翰的描述里边呢 他不再提道 或者呢 不再提神 他也不再提真理 他提呢 这个生命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要在头脑中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概念啊 说这个在宇宙间的这个道是什么呢 这个道呢 是一个生命 他说我们作为使徒 见证给你们这个真理 不是一个 你们通常认为的一个道理 而是呢 见证了一个生命 使徒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样的生命 去传递给其他的人 所以回到我们最起初的这个问题 什么是信仰呢 信仰是一个生命 这个信仰呢 是一个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 可以触摸到的一个生命 那么传递信仰 什么叫做传福音呢 我们常常以为传福音就讲道理啊 跟别人去介绍一些事情啊 不对的 传福音啊 传递信仰呢 是一种生命的传递 我们把属于神的这个生命 我们传递给另外一个 还没有接触到这个生命的人 所以我们呢 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那说什么是有信仰呢 如果我是有信仰的人 或者我们说他是有信仰的人 那什么叫做这样有信仰的人呢 那么有信仰啊 就是说啊 一个生命 传递的过来 别人传递到我身上 我呢 接受了 什么叫做接受了呢 我这个生命呢 发生了改变 跟这个传递过来的生命啊 我互相融合 逐渐逐渐我发生变化了 我也变得呢 像他这个生命一样了 那这个呢 就是有信仰 那么这样 那么这样生命的传递和改变的过程啊 约翰呢 他用了一个特殊的词来描述啊 就是呢 相交 第三节啊 第三节第四节呢 他说得非常的明确啊 他说 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 我传递给你们 使 你们与我们相交 他说我传递了啊 这个传递的过程呢 让你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呢 互相的交融起来 然后他讲 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 耶稣基督相交的 他说因为我们跟神呢 生命有这样一个连结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生命呢 再传递给你们 所以相交是什么啊 相交指的是生命彼此的连结 生命呢 彼此的交融 让我们的生命 和神的生命呢 我们发生了连结 然后我们的生命啊 我们可以大胆地去想象一下 我们的生命呢 被神的生命所改造 让我们这个生命呢 就越来越像神的生命 最后有一天啊 我们这个生命呢 就跟神的生命呢 完全地融合起来 如果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啊 你会发现呢 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呢 每一个属于神的人 我们的生命彼此连结 我们这个生命呢 又跟耶稣基督连结 跟耶稣连结呢 我们又跟神连结在一起 我们就成为这样一个啊 整体 那这个呢 就是新天新地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是我们自己 把自己的主权 我们交出来 我们顺服于这位神 我们融入到神的主权里边啊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了 如果你拥有了神的生命 你可以想象啊 当然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就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因为我们的生命 跟它连同起来了嘛 我们平时呢 在教会里边 我们会有一些俗语啊 我们专业词汇啊 比如说效法基督 比如说呢 我们会说破碎自我 比如我们会说呢 你要操练自己啊 我们说到属灵 这个人很属灵 其实这些词呢 描述的啊 都是这一个事情 你跟神的生命互相连接 连接的程度有多深 就是有多属灵 你破碎了自己 那就是让那个生命呢 有多强 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去效法基督 你这个生命 跟神的生命呢 有多相像 所以呢 什么是信仰啊 什么是有信仰的人呢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啊 因为跟神的这个连接 就是约翰所说的 这个相交啊 相交之后呢 你改变了多少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信仰 有信仰的人呢 也就是一个 在改变中的人呢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 大家可以想象了啊 两个生命 彼此相遇了 然后呢 互相的 就是说 其中一个生命 降服在神的生命之下 它被另一个生命改造了 那这里边呢 一定是有两个方面的存在啊 一方面呢 就是已经认识了神的生命 那你可以想 在教会里边呢 比如说牧师啊 比如说呢 基督徒 比如说呢 我们说教会 这个呢 都是可以去传递这个生命的人 为什么呢 像使徒所说的 我们和神的生命呢 是相交的人 那这对我们有一个提示啊 弟兄姐妹们 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 就是你去传递的是一个生命 你去介绍的呢 是一个生命 不单单是一个生命的真理 你介绍的呢 是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基督徒 彰显给这个世界 传递出来的东西呢 是什么呢 它完全不是啊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人要成功的一个方法 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人生哲学 可以让人呢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人际关系 做得更好 让你更能够这个 让所有的人呢 都发现你的影响力 有很多这样的学科啊 也有很多呢 让我们可以迅速地 在这个世界上 得力地哲学 但是弟兄姐妹们 你要知道呢 你作为属于神的人呢 当你传递出去的 说你信耶稣吧 信耶稣有很多好处 什么好处呢 绝对不是说 让我们传递 让人在这个世界上 得力的一些方法和哲学 虽然神并不反对 神也不排斥呢 我们基督徒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 不排斥的 但是呢 神的真理 神的生命呢 祂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活得更好 那不是 神呼召我们 出来的目的 那么约翰说呢 他说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 耶稣基督相交的 他是使徒啊 他说 他的意思说呢 我们是这个信仰的 传递者和 奠基者 我们把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传给你们 使你们 与我们相交 那这个话的意思啊 说起来呢 有一点这个 让人尴尬啊 他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跟你们 互相的这个 相交往 或者说 我们跟你们认识 跟你们就发生 这种联系 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你们 也能够去 认识这位神 让你们呢 也能够 跟这位神的生命呢 发生联系啊 那这个话 是不是让人感到 有一点点的尴尬啊 你们意识到 这个问题在哪里了吗 约翰在说呢 我认识你 我不是想跟你交朋友的啊 我认识你呢 也不是去展示我的爱心 都不是的 可能你会有一些误解 你对我很好 你跟我交了朋友 你帮助了我 但是他在告诉我们呢 这不是我的目的 你千万不要误解了 我的目的是什么 让你能够接受 这个属于神的生命 让你能够真实地 接受这个真实的生命啊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教会的本质啊 我们在一起 我们大家在一起组成教会 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认识操练 最后有一天呢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完全地 融入到这个属于神的永恒的生命里边 我们有一天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真正地 跟这个创造世界的这个道啊 我们可以融合在一起 世界上的一切呢 其实不是我们追求的 我们在一起啊 虽然啊 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那当然大家天天在一块啊 共同服侍啊 我们共同在一块 侍奉神啊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啊 我们也会表现出彼此的关爱 这是非常自然 也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生命 都在被神改造嘛 我们有属于神的心相之气啊 你就像一朵鲜花一样啊 那两朵鲜花在一块 当然就互相吸引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我们彼此之间越来越好 我们对这个周围的一切呢 我们也越来越好 但是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明白啊 这个我们表现得好也好 我们对世界好也好 这个都不是神给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建立一个 一个人的乌托邦 一个理想国呀 那些呢 都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副产品 任何把这个信仰也好 教会也好 简化成一个啊 我们就是一群人 凑在一块 大家呢 彼此相爱啊 然后我们大家非常欢喜快乐呀 哎呀 我们在一块幸福地生活 那都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阉割 把我们的信仰呢 简单化了 这是对信仰一个错误的理解呀 当然我们看的今天呢 我们很容易就走入 这样的一个误区里边 在教会里边 很多人呢 会很喜欢跟你交朋友啊 他们需要你展示出你的爱心 可能他们会认为呢 教会就是这样 教会就是彼此相爱嘛 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 类似于像俱乐部一样的存在啊 这样想的人呢 一定是对我们的信仰 有了一些误解啊 我们的神 他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清楚呢 一个真正的信仰 是让人得到一个真实的生命 我们给人传递的呢 你要传递一个真实的生命 你要让他的生命呢 能够改变 将来呢 在永恒里边呢 他的生命能够跟你一样呢 跟你一起能够得胜 所以很自然了 我们讲的呢 就不能是哈 让人只感到高兴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欢喜快乐在一起 彼此不要互相伤害啊 其实呢 不是的 我们讲的呢 是神的生命 神的真理 我们的目的是将来有一天 让我们所传递的 接受我们信息的人 他们可以在永恒里 跟这个生命呢 能够发生连结 所以 这是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啊 对我们传递的人呢 第一个要求 你要传递出真理来 你要传递呢 这个生命 不是让他快乐 不是让他感到幸福啊 而是呢 让他接受这个生命 这是第一个 那么对我们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说呢 你不但传递啊 使徒约翰说呢 我们与你们相交的目的 实际上你们跟他 也能够有这个相交的关系 啥意思呢 我们还要去督促啊 督促别人呢 去转化自己的生命 那这个呢 当然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就不太容易了 你得去催促别人呢 这个比较吵人烦呢 但是呢 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可以这样想的 既然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呢 说不说呢 督促不督促啊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至于听不听呢 那是他的福分的啊 所以大家记得呢 我们传递的呢 是生命 那这是对我们这方面的要求啊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那些听了这个信息的人 这些接受的人呢 那这些接受的人呢 如果他明白啊 我跟你接触 或者你跟我接触的目的呢 是把你接受到的这个 属于神的生命呢 能够传递给我 那当然对他来讲呢 第一个啊 就是要愿意学习 愿意去了解啊 你这个生命啊 是什么样 你这个大道也好啊 你这个神的真理也好呢 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到说 哎呀 这是个属神的生命 这其实呢 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 说这个人很有生命 这个人是个好人 什么叫生命啊 什么叫好啊 这个呢 实际呢 非常的不具体 那什么是具体的呢 真的是落在纸面上的 这些道理和真理啊 所以我们说呢 生命是通过对真理的领悟和了解 来互相传递的 学习真理呢 这是我们信仰的起初 这是首要的层次啊 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 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 我们并不是说举了手 信了耶稣之后呢 你的生命的转化就已经完成了 不是的 我们是转化刚刚开始 我们的一生呢 都在这个相交的过程里边啊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边呢 我们首先要克服自己的问题呢 就是在信仰的真理学习上呢 要克服那种潜尝则止啊 甚至说呢 我们不成 不愿意学习的心态 今天人呢 都讲究快餐主义啊 讲究说 做什么事呢 我马上就见校 或者说呢 最好啊 一次性的 我就解决问题 不愿意呢 人们今天啊 愿意花代价 但是呢 不愿意花一个长时间的 慢慢的这样一个代价 人们都心思啊 一蹴而就啊 在信仰中呢 有些人会有这种误解 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啊 就是说啊 认识神也好 生命的加深也好 凭着感动呢 就可以了 我心中有感动 神感动了我 哎呀 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这个呢 就是信仰 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啊 这个如果再向前发展一点呢 那就容易变成啊 自己给自己创造神 为什么呢 每个人的感动都是不一样的嘛 你感动的神是这样 他感动的神是那样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口才 而且伟大的人 那你不就成异端了吗 自古以来的异端怎么产生的 就是这样产生的 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呢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传递这个生命 这个神 这个道啊 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一个介绍 一个启示的 不是说呢 完全凭感动来的 凭感动呢 那是自己去创造神 创造神学啊 当然如果我们客观地想这个想法呢 你会觉得说 通过一个人说 我去认识神 我凭感动 不凭这个圣经的启示 我不凭去学习 这其实呢 是一个很神奇的想法 那我们这里呢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有孩子的人 那你都有过教育孩子的经验呢 如果你的孩子说 我非常有学习的感动 我知道学习非常重要 我有足够的好的动机 我每天想起学习啊 我就非常的激动 他说我也非常的投入 我很有天分 然后他说 那我就不去上课了吧 我就不学习了吧 你作为家长 你会接纳吗 你相信凭着他这个感动 下次去考试 他就能够达到标准了 这是很荒诞的事情嘛 对吧 但是呢 偏偏我们认为 对信仰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啊 你想想古代人的想法啊 这是跟宇宙间的大道 能够互相认识啊 远远超过我们学数学 学语文 这么简单的事啊 就竟然认为呢 哎 可以的 我不是说作为牧师 我站在这说这个话啊 我常常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你养个花 你养条鱼 你都得 现在都得上YouTube上去看看啊 找一找 应该怎么养啊 注意哪些东西啊 你怎么能够去说 认识神 效法神 这么大 一生的事情 哎呦 我就凭着感动啊 我就拍脑袋 就可以去做了 这怎么可以呢 我们基督教呢 新约神学 两千年的历史 神学的发展 经过了两千年的发展啊 我们今天学物理 现在物理多少年啊 从牛顿开始到现在 能有多少年啊 我们两千年的历史啊 怎么可以简化成 哇 我心里非常感动 我举手了啊 哎 我信了 好了 OK了 我就是好基督徒了 我以后就在天堂里面 与你相遇了 怎么可能这样呢 所以呢 弟兄姐妹们啊 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克服这种思维 这是什么呀 这是给自己的懒惰 找借口 不想去学 所以呢 给自己找个理由 哎 有感动 神的灵就到我心中 感动我就可以了 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克服这种想法 我们要做一个呢 愿意去追求神真理的人 你要去学习 要去学习圣经啊 愿意去学习圣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呢 就比较难了 就是要求呢 我们真的愿意 把这些真理 转化成自己的生命 那刚才我讲到呢 说约翰说呀 这个神 这个道呢 它不是一个道理 而是呢 一个生命 所以对我们来讲 如果你真是说 只是学了这些真理啊 学了圣经的真理 实际上呢 这个只是你刚刚开始去认识这位神 知道那个是真理 和掌握那个真理呢 是完全不同的事件 这是刚才我讲的啊 我知道它是对的 这就是道理 但是跟我学会了 这完全两码事啊 那么你学会了这个真理 你说我已经掌握了 但是把这个真理转化成生命呢 这个又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了 今天呢 有一些信徒啊 我们愿意呢 把这个信仰啊 当成一种知识 来研究 我们来看待啊 说圣经讲了哪些真理啊 我去看一看 圣经真理说的对不对啊 说的一二三四五 符合不符合逻辑啊 符合不符合我的思维啊 他们非常客观地去看待这个知识啊 其实呢 就跟一个学者 去研究一个哲学 比如说研究马列主义啊 研究经济理论啊 或者呢 研究这个量子力学啊 实际没什么区别的 可以去学得很深 我也可以学得很浅 我可以呢 多方面多角度地去思考啊 实际上知识的好与坏 自己到底学了多少 根本对自己无所谓的 可以不在乎的 那这些人呢 面对信仰的态度啊 既然当成知识嘛 那就是说呢 对我有利的 我认为正确的 那么呢 我就接受 那如果我 觉得它不对 对我造成一定的这个危害了啊 那呢 我就不去遵守它了 为什么知识嘛 有用的就用 没用的咱就 别用啊 那你看呢 有很多现实的例子啊 你比如说我们说 在我们的信仰里边 说神爱世人 你承认吗 承认 这个好啊 我也是世人 神爱我呀 当然他不会反对了 对吧 说神顺免你的罪 你接受吗 哎呦 我当然接受了 这是好事啊 对吧 神顺免我的罪 谁不愿意相信呢 说你相信吗 我相信 说神对你这么大的恩典 神要求你每天读点圣经 回报他的恩典 你愿意吗 哎 他说这 不行 为什么呢 他说我没觉得神这样要求我了 我只要信就可以了嘛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你问他 你相信这个吗 我信 那你说信了之后就会去这样 那不行 我就到此为止啊 这就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把神对我们的要求 这个生命对我们的要求啊 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知识 我们是主人 知识呢 是客观的啊 我们是可听可不听的 你要知道我们人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人呢 实际上呢 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 我看过一篇讲道啊 说我们今天的信徒啊 我们有个最大的危机 那就是呢 鱼与熊掌 我们想兼得 今天的人呢 想要天堂 但是我们不愿意放弃这个世界 我们每个人呢 都希望永生 但是呢 我们不想呢 放弃这个罪 我们既想在这个世界上 欢喜快乐 我们还想得到永恒 说的在神学一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人 都希望得到神的救恩 但是谁也不希望呢 要神的十字架 说出来就是什么呀 什么都想要 好的都想要 坏的呢 只要是我的 我也想留下 你想想啊 对兄姐妹们 就算你去追求天人合一啊 那也得是你跟天合一啊 你不可能说 哎呦 天人合一 天的要求是这样 我的是这样 那么我自己这些东西呢 我不愿意去改掉啊 你要求天去接纳你那些不好的东西 这可能吗 天人合一 你得跟天一样啊 我们今天啊 很多姐妹们呢 爱美容啊 美颜 美颜呢 讲这个 我学了一个词 叫排毒养颜呢 说 只有排毒才可养颜呢 那你这个道理很简单吗 你不可能说 我要保留我的毒 我不想排 然后我还想美颜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你要说 你要先排毒 他说我不排 那是我的毒 哎 我就要 在教会里边呢 还要更进一步啊 他会说呢 哎 这个神呢 他不是神吗 能不能我又保留我的毒 然后我还美颜呢 你要是不把这个目的 我达不到的话 那你这神不灵啊 神你要想说你是灵的话 你就赶紧让我 既流毒又美颜 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笑话啊 弟兄姐妹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很严肃的啊 不开玩笑的 神根本就不在乎 你怎么去看他 你认为他灵也好 不灵也好 他根本不在乎的 因为他是神呢 我们人呢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你说神 你不这样的话 我就下地狱了 哎呦 我真下了哈 那你就下呗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基督徒呢 当这个生命传递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我们应该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 按照他那个样式 我们要去改 愿意去改 愿不愿意呢 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强迫你的 但是你要知道呢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呢 你是绝对不可能达到那个 与神相交的这个目的的 真理的转化哈 生命的转化呢 这个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绝对不会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你说我 哎 我愿意发生 然后就发生了 这个不会的 一定呢 是经过你一个 非常漫长而又艰苦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然后呢 才会发生的 那对我们来讲呢 坦率地讲 这样的过程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过程 这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 那再说回来 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 你做父母的都知道 你去教育你的孩子哈 你校正他的一个缺点 或者说你希望他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是很艰难的事情 牛不喝水 强摁头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第一 我们要愿意转化 第二呢 你应该去感谢那些 请按你的头 让你转化的人 你身边的基督徒 你的组长 你的牧师啊 按你的头 让你转化 这是对你好啊 虽然我们心里不愿意啊 那这个呢 是我们看 约翰呢 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说在我们的信仰里边 信仰是什么呢 是生命 有信仰的人是什么呀 我们愿意转化自己生命 我们传递的是道 我们接受的呢 保持开放的心 我们愿意去转化 这个是我们必须认识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呢 我们会发现啊 说到这个道啊 说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去学习这个道啊 那么到第五节呢 我们看第五第六第七节啊 使徒约翰呢 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明 他说这个道是什么呀 这个道就是光 而神是什么呢 神是光明 他讲到在他里边呢 没有黑暗 他说这个光啊 我们是与光相交的 我们呢走在光明里边 我们就不走在黑暗里边 他说了很多的描述啊 那么这个比喻呢 我们也不陌生 我们中国人呢 都很熟悉 说起来说 伟大光明正确啊 这个光明呢 我们非常的理解啊 实际上呢 说到神是光啊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啊 他不但是说一种比喻 说因为他充满了光明 他伟大 不是这个意思啊 非常神秘的说 神是一个像光那样的存在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描述 那么神生命的本质 我们人生命的本质 或者说神生命的本质呢 其实呢 就是光 那么在约翰福音啊 在 呃 第四节开始啊 那么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呢 他就讲到啊 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他讲到呢 实际上呢 我们的生命也好 这个神的生命也好 他是呢 像光一样的存在 那么具体来讲啊 说那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呢 这使徒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 我们与这个生命相交 我们要照样学样啊 那这个样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他在这里边讲到呢 说光呢 跟黑暗像对应啊 讲到呢 光 它是一个道德的完全 光呢 是一个伦理的完全 光呢 是完美 一切的完美 行为的完美啊 思维的完美啊 一切的美善 那么在我们基督教神学里边啊 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呢 将当讲到神就是光 神不是黑暗啊 讲到这个时候呢 光明和黑暗的对比啊 实际上呢 这种哲学的概念很难去描述的 说什么是黑暗呢 神学的解释是说呢 没有光的地方就是黑暗 他不是说他有多黑啊 他说没有光的地方呢 就是黑暗 那么我们理解呢 说我们的神 他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我们的神呢 是绝对的美善 绝对的完全 我们的神呢 是一切 你能想象到这个美好的东西 那么 跟他对应的 如果缺乏了神的美好 那么就是黑暗 那约翰讲了 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的生命是要跟这个光的生命相交的 让这个光的生命逐渐的去感染我们啊 然后我们不在黑暗中行 就是我们跟这些 不属于神的东西呢 逐渐逐渐的越离越远啊 那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了啊 在这个光照之下 我们现在的情景是什么呢 使徒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啊 非常清楚地说到 在这个光的照耀之下 我们是罪人 这是我们信仰的起点 说你生命的转化从哪里开始啊 从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开始 他在这里六到九节呢 实际上呢 他说了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一个论述 如果你不认真地看这个约翰的书信呢 你会觉得约翰一定是很大年龄了 写这封信啊 电三倒四 翻来覆去地说他这些话 实际上呢 他的逻辑性非常的强 那么他在第六节说啊 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是与神相交的 如果我们说自己呢 是跟这个神相交的 但是我们还在黑暗中行 那就是说谎话了 他的意思是说呢 一个真正认识神 完全属于神的人呢 你应该没有任何的黑暗的 这是他的第一点啊 属于神的生命呢 不会有黑暗的 那我们要去想一想啊 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黑暗呢 一定有嘛 对吧 谁也不能否认自己会出错啊 会犯罪啊 所以呢 我们不是在光明中的人 我们是有黑暗的啊 这是他说的第六节啊 到了第八节呢 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第八第九节啊 那么这里边讲到呢 说 既然你承认你是走在黑暗中的 在你的生命中有黑暗 那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呢 他说那你就等于说呢 自欺欺人了 你就等于欺骗神了 他说这样的话 真理就不在你心里 既得真理呢 他指的是神啊 然后他又讲 他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啊 那么神就赦免我们的罪 他说其实呢 不要紧的啊 他说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呀 你走在黑暗中 不要紧的 你承认这个黑暗 神就拯救你 那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啊 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因为神应许我们 他要让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的罪 那么第十节呢 他又讲了啊 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 那么我们就是说呢 神是说谎了 神的道呢 就不在我们的心里边了 那实际把这三点联系起来呢 我们会发现啊 他实际在说呀 他说实际上从本质上讲 我们每一个人呢 你不能否认在你的生命中 有很多不属于神的东西 神的这个生命 这种完全充满了光 美 善的这样一个生命呢 跟我们一对照啊 我们有很多不符合他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罪人 那么 怎么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 首先你要承认 你是一个罪人 你承认这个罪 神就赦免你 赦免了呢 就等于说 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 走到了光明里边 他说如果你否认这一点 否认你是罪人这一点 那么等于说 你在说 神在说谎 你说我呢 也是满身光明的 那这样呢 就不能得拯救 那我们一说 哎呀说约翰这个叙述 这是不是很 很清 很简单的一个话 为什么说很简单呢 承认有罪 就得赦免 那就承认呗 对吧 那很简单的事啊 简单吗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我们给人传福音 你去跟别人讲 你承认你是罪人 你要让神来拯救你 你看有多少人相信呢 他不是不相信神 他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知道哈 在今天呢 有很多人会否认这一点 为什么呢 就放不下自己啊 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呢 走在黑暗之中 走在呢 罪恶之中 那么如果再回到约翰的说法 他说到呢 说一个承认自己走在黑暗中的人 他会呢 向着光明而行啊 我们刚才唱歌哈 说耶稣是生命的光 我们要追寻这个光 那什么叫做追寻这个光啊 你想当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 罪会让你堕入永远的黑暗中 你会怎么做呀 会紧张啊 对吧 会着急啊 晚上会睡不着觉啊 然后呢 会去寻求神的赦免了 然后按照神的要求 在光明中行 也就是说呢 会自然而然的呢 我们去学习与神相交往 让神的生命来改变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使徒给我们展示出来的真理就是这样 神是世界的光 神是世界上永恒的这种道 那么这个道呢 它展示在我们众人面前 希望我们可以按照他的要求 来渐渐地去改造我们 让我们身上不属于他的东西呢 越来越少 我们可以成为完全的美 完全的善 一切美好的东西 一切完全的东西呢 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但是神来改造我们的前提 是我们承认呢 自己是有罪的 这是一切的开始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回到信仰的起初啊 大家要去思考 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吗 你希望自己可以去 开始一个与神相交的这样的旅程吗 这是使徒约翰呢 他对我们发出的呼召 这也是神 他发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愿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啊 让我们可以去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呢 也与神相交 与神同行 好 让我们一块来祷告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赐下你真理的灵 你来启示我们 天父求你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可以谦卑在你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也可以打开自己的心 我们愿意去改变 天父上帝求你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与你同行 让我们与你生命相交的过程中 我们获得属于你的生命 让你的光去驱散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天父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界 求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光 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 求你带领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合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那我们大家就一同起立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歌曲 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启示 和神的恩典 谢谢牧师的正道 我们就用这一首传统的诗歌 有意活泉 充满宝雪 来回应牧师的正道 因为神 祂是我们的生命之道 值得我们一生追随 一生学习 和一生去传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心看见此权 能以用我心间 我心赞美 主爱完全 一生必要穿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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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赞美 主爱完全 一生必要穿扬 大家请坐 现在是我们圣餐的时间 就请大家一起来唱 求主为我拨开生命之饼的前半 求主为我拨开 生命之饼 正如当年薄病在家里里 我愿看主圣经 见主荣面 祝我心真可慕你 生命运 求主祝福真理 生命之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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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戏祝福不病在家里里 我心灵 我心灵 我心灵你的是 色脸的痛 心灵欢喜快乐与主同行 圣餐 圣餐也叫主的晚餐 圣餐也叫主的晚餐 是主耶稣 他所传给我们的 我们基督徒 每隔一定的时间 我们就一同 饮杯波饼 是为了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 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使徒保罗他在 《哥林多前书》中 他这样写道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祝谢了 就剥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 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基督徒 每次行圣餐啊 我们是纪念 救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做的一切 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生 祂的死 带给我们 罪的赦免 我们的救赎 我们今天 同合这杯 就好像呢 经历了 祂在十字架上 流出鲜血一样 我们分这个饼 就好像呢 我们与祂的身体 有份 就像在约翰书信中 所写的这样 我们两个生命呢 就有一个神秘的联合 那么使徒提醒我们说呢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 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却声称 我们是属于祂的人 祂是我们的神 那等于说呢 是藐视祂给人的救恩 所以他说 如果那样的话 那么我们的罪 就依然在我们的身上 不但如此 我们还亵渎了神 给人的恩典 所以他说 人如果按理吃喝 那么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所以今天呢 让我们在主的圣餐面前 我们一同去思考 我们曾经得罪神 和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在神的恩典面前 我们去思索 祂对我们的恩 祂给我们的救赎 和我们的回应 那下面呢 让我们一同 在主的圣餐面前 我们一同来磨道 在我们的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天父你告诉我们说 要尽心尽力地爱你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我们做不到 天父你又告诉我们说 要爱人如己 我们也承认 我们常常做不到 天父上帝 但是你 劝勉我们 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 你就救赎我们 你就赦免我们 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就求你因为我们这微弱的信心 因为我们相信 你给我们的承诺 你就赦免我们 你就补足我们 让我们可以与你同行 天父我们今天 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 愿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 求你赦免 求你洁净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 他举起饼来 拨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今天同拨开一块饼 是表明 我们知道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和这个永恒的生命 有了连结 我们在基督里 在神的里边 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是与神同行 与神相交的人 参后 主耶稣基督又举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今天我们同饮这杯 是表明我们知道 我们能够与神相交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和救赎 并不是因为我们救了神 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献出了祂的生命 祂所献出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赎架 让我们可以重新建立 和神的关系 让我们可以重新 与神相交 所以 我们今天 在这里 饮兵 饮杯 拨饼 是纪念 我们的救主耶稣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表明 我们清楚 神在我们人身上的计划 我们愿意 做一个属于神的人 下面就让我们 按照使徒的教导 我们来领受 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圣采饼 发下去的时候 请大家 自由取用 圣采饼 发下去的时候呢 就大家稍后 我们一同来用主的杯 那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或者你还不理解 圣采饼的意思 那么就请你静坐观礼 圣采饼和杯 传到你面前的时候呢 你就传给下一位就可以了 每一位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按照我们教会的规定呢 只要你接受过水礼 进水礼和点水礼啊 都可以去领用圣采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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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 你继续地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将来的日子 我们可以做你和你心意的子民 我们可以真的是逐渐地去转化自己 让我们更像你 天父就求你一切的美善 都加添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成为你的精兵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一起来唱后半段 我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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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福分 如果你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 或者你已经通过网上转账 其他方式来奉献的话 那当奉献带在你面前传递的时候 就请你传给下一位 我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一生求主管理 愿先生行为活迹 使我守作主圣国 因被赌人基督的名字 因被赌自爱感动 因被赌自爱感动 使我脚位主心路 步步斗听主吩咐 使我常常赞美主 永远之歌颂基督 永远之歌颂基督 使我口诗唱颂呀 穿将救助荣耀我 使我尽因都回忆 不愿留下为自己 不愿留下为自己 我爱如花生生 全先给我主我神 我愿嫌一切所有 完全输注到永久 完全输注到永久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主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的减赏 主 祢让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今天在节礼一起来到敬拜赞美你 让我们弟兄姐妹 甘心乐意地 摆上我们所奉献的金钱 求主你愿纳 用在你所喜悦的事工上面当中 主 谢谢你 一切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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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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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一下这个周报 这个位置非常有限 因为我们科学堂是考虑到 今年的假期可能非常的特殊 一个可能很多人要上班 再一个很多人不会回国 还有就是很多人过去假期 会过来帮助看孩子的父母们 又不能来 所以我们就开了这样一个 非常特殊在圣诞期间的 圣诞节刚过之后的 这样一个托管班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 场地有限 所以我们是先到先得 小朋友报满了 我们就停止了 所以请大家找李湘颖姐妹 和吴霞姐妹来报名 请你们两位站一下好吗 李湘颖姐妹出去了 好了 吴霞姐妹在这 那么找他们的来报名 先到先得 具体情况 具体课程 请你跟他们咨询了 还有一个就是感谢主 我们在疫情期间 实际我们福音课一直都在进行 我们福音组的同工们 都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工作 神也很恩赖我们 我们请Alan 公伟弟兄来给我们 介绍一下这些情况 还有我们马上要开始的 新的福音课的内容 大家好 那个今年福音启发课 我们只开了一期 是下半年的 然后因为lockdown的关系 上了三节课 然后再网课上了三节 但是我们有12位弟兄姐妹 基本上上一节课的都觉知了 然后我估计大家都不认识 因为基本上也没见到 然后今天我看到 托马斯 丁尼斯 还好像没有 就来了 那个小鹏他们父母 还有几个老人 他们都回去了 然后还有几个 Pine Hill 3的 有几个人也没来 然后所以呢 就是说下一周 我让根曲 让大家都认识一下他们 让他们都准时来 然后呢 大家站一下 大家都互相认识一下 别到最后知道 这个人是咱教会的 也不知道他已经洗礼了 也不知道他已经绝制了 然后下一期的福音启发课 我们从下周六开始 下周六虽然是school holiday 但我们还是从下周六开始 大家问一下自己小组里面 今年可能小组里面的新朋友 也比较少 说实话 问一下小组里面和自己的朋友 有没有有兴趣要来参加的 课程呢 还是在Gladenstone 我们的教会那边 跟原来形式一样 还是有聚餐 跟上课跟讨论 所以 大家跟组长报名啊 好 那我们就广泛地邀请 自己的亲戚朋友 我们所认识的 我们要把这个生命传递出去嘛 首先那是真理的传递 所以呢 还是鼓励大家呢 去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 来参加呢 我们的福音课 那其他的事情呢 就请大家参阅周报了 那也请大家呢 去扫码啊 我们后面有这个二维码啊 扫码呢 去读我们每一个小组的这个消息 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呢 请跟我们相关的同工 也在我们周报的后边呢 我们有同工的名字嘛 就跟他们去联系 那我们今天呢 已经完全恢复教会的正常的 这各种的安排了 我们主持学也恢复了 青年崇拜呢 跟我们同时 聚会结束之后呢 请师班的弟兄姐妹们 还是留下来啊 我们依然有师班练习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有茶点啊 我们茶点也恢复了 所以呢 请大家都留下来啊 我们大家呢 可以彼此的交通 好 我们下边呢 就莫岛平安散会 我们下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